嗨大家好我是小曲 那今天的GNN公佈了呢 在17.3版本呢 會加入了大量的這個白金稱號 那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吧 只有充滿熱忱的召喚師才能得到白金稱號 就是你要花很多時間 跟很多石頭才有辦法拿到這些東西 所以一般的玩家呢你們就看看就好了 那首先是這個千鳥之主 背包擁有一千隻人面雛鳥 這個其實有點難 因為我身上背包的人面雛鳥來說 應該大概都一百隻左右而已 如果說初心系列什麼的 如果說沒有什麼練技這個卡的話 可能就是要一直吃雛鳥 或者是初心的地獄什麼都要吃五隻雛鳥這樣 我都是用這種方式在餵的 所以要一千隻真的是蠻難的 然後再來的話開一隻善鳥 擁有五百隻人面怪鳥 我身上大概只有十幾隻二十隻 所以五百隻真的是非常難 尤其是人面怪鳥這種東西 也不是說你花錢就一定拿得到的 就需要大量的時間 然後你要去存這個人面怪鳥 然後都不能吃 然後你要靠自己去刷卡片 練技能這樣子 才有辦法存 我覺得很難 如果有人有存到五百隻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然後再來的話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念 我不知道 六星上古珠神系列的角色 神谷、行天、盤谷皆為Duel Max 雙滿 這三張卡 這張卡是地獄集 那行天跟盤谷還沒公佈 所以這個條件算是比較簡單的 算是一個比較簡單的白金稱號 就是這個是敵族還是四族 反正就是這三張卡雙滿的話 因為它沒有那個昇華嘛 所以雙滿的話你就可以拿到這個白金稱號 那這個應該蠻簡單的 然後再來的話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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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說了 是這個 六星上古珠神系列的角色 也就是說你這個上古珠神系列全套都要雙滿 那應該不包括那些雙周卡 就是石抽卡 石抽卡跟這個神龍、行天盤谷都要這個雙滿 有點類似那個 聖鬥士那系列的感覺 不過比上聖鬥士達成的條件簡單一點 然後再來的話 地獄集望神 三百隻雙滿 瘋王或是地獄魔王 三百隻雙滿 瘋王或是地獄魔王 瘋王也算 地獄魔王也算 反正就是地獄集啊 夢魘集那些 那有算上重複 有算重複 那再來的話 是無瑕偏執狂 五百隻歐麥斯角色 歐麥斯角色的話 就是你要有昇華的那種 就是三滿的 不計重複 而且一定要LV99 不計重複所以說代表練複製人的是不會紀錄的 我覺得這條件好像都蠻難的耶 看起來這個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再來的話 次元級解放者 前解跟歐麥斯三十個系列角色 只寄以開放稱號的前解系列 就是之前不是說你 你每個系列如果說都有前解 的話 好像都就可以拿到一個稱號 那這個白金稱號的話 就是要前解 還要歐麥斯三十個系列的角色 這個好像也是有點難 這個也要抽蠻多卡才有辦法達成 抽蠻多卡以外還要花很多時間去練 才有辦法達成 那再來就是凌駕塔皇 累計成為競技場王者三千次 三千次其實我不太了解是什麼概念 因為 我平常是沒有在打競技場的大家知道 如果有在打競技場的話 大概可以在下面留言補充一下 要成為三千次到底有多困難 因為我從來沒在打 然後再來就是石頭的味道 戰鬥中復活九九九次 石頭的味道 再來這個稱號我還蠻想要的 感覺還蠻酷的一個稱號 復活九九次也就是要你吃石頭 就是這個如果說你高手的話 可能比較難達成 但是這個稱號其實 算是有石頭就可以達成的 你就吃個九百九十九顆 就可以拿到這個稱號了 那以上就是這次開放的這些 新的白金稱號 這個真的是需要很大的熱忱 才有辦法達成 那今天影片當然結束了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右下角 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